韓國瑜在二零一八年崛起 那麼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來立體 不過隨著總統大選落敗 遭到罷免不少韓粉選擇要離開嗎 那麼現在時事評論員周韋航 就直播主韓粉 說沒有韓國瑜收入就會減少 只好另行出入嗎 只是現在韓粉內部分裂 似乎也呈現了兩樣情的狀態 不要再把我冠上韓粉的名號 不要再把我冠上韓粉的名號 連韓兩次不希望再被貼上 韓粉的標籤 親人哥開直播 力甩韓粉封號 但不只他就連六一三 要在凱道挺韓遊行的 民主監督政縣聯盟總召集人 黃正中也說從今以後 不會再自稱自己是韓粉 隨著罷韓落幕 韓粉逐漸分崩離析 狀況下他們勢必要令謀出入 分析韓粉組成除了傳統的藍營支持者外 韓國瑜也吸納了一大群非典型支持者 像是直播主韓粉 反蔡總統的反年感韓粉 支持統一的親中韓粉 不離不棄的死中韓粉 以及庶民韓粉青年韓粉和經濟韓粉 不過後三者在韓國瑜跑去選總統的時候 就已經不再力挺 隨著韓國瑜落選又遭到罷免 直播主韓粉也開始鬆動 而反年感韓粉跟親中韓粉 少了韓國瑜幫忙發聲 也選擇離去 到最後恐怕只剩下死中韓粉 在有機會付出的時候 他原本的支持者會很快回到他的身邊 隨著韓國瑜藍營共主地位不在 韓粉逐一散去 未來韓國瑜如果再起 想要再號召韓粉支持 恐怕並不容易 即使陳明華友人報台被參謀報道